为什么人求 为什么会求为众生求 希望我求的这个职位 能够为人民服务 这个心 这个愿 天地鬼神都赞赏啊 所以天地鬼神会帮助你啊 古时候读书 跟现在读书确实不一样 现在读书人 你看看念这个大学念研究所 你问他为什么来读书 来念这个学位 都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明文立扬啊 为自己五欲六尘享受 这个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读书 天地鬼神还有没有呢 我告诉同学们 肯定有 就如同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卧人虽然很多 但是善人还是有啊 善人就好比是天地鬼神 卧人就好比是妖魔鬼怪 现在这个社会 妖魔鬼怪是不少啊 佛在论言经上告诉我们 讲这个末法时期 也就是讲现在这个时代 说邪死受罚如横祸杀了 这些邪死就是指的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跟这个佛菩萨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读佛菩萨教人正法 教人断卧修善 妖魔鬼怪啊 教人邪法 教人正常贪嗔痴慢 他教这东西不一样啊 那我们想想 现在这些世间人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去信仰邪教 接受写法 很简单嘛 他教给你 贪嗔痴慢 教给你 享受五欲六成 教给你可以不择手段 那郑重五怀啊 自然就跟着去了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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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这又是